这两天,新疆巴英郭棱蒙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 550万位经济类鱼苗被投放至博斯藤湖中 在活动现场,工作人员对鱼苗进行苗种鉴定、称量技术后 检验合格的鱼苗被分批次投放至博斯藤湖中 这次投放的鱼苗种内有草鱼、花脸、白脸 投放的规格在15到20公分 增值放流对我们渔民来说是个好事 品种多了,水质好了,同时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我们的收入也大大提高了 据了解,由于草鱼、雍鱼、莲鱼等品种不能在博斯藤湖自繁 当地进行人工繁殖放流活动至今已经有60多年 随着博斯藤湖水质持续改善,放流数量也逐年增多 此次放流的经济类鱼苗共计550万位,重量达410吨 放流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结束 请不吝点赞,订阅 fondo 张茹鱼,请不吝点赞,订阅 나도